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次的个人展 那这次的展览其实还在听觉和视觉方面有一些独特的设计是吗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我们新年选中的这个展馆叫北京观藤艺术区 它一共有八个馆 那么我们选中的是第一号馆 第一号馆从它的设计概念来说 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做平面图像的一个展览馆 展览馆 这个展览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一个文化的艺术沙龙或者是一个会所 比如说我们通常的艺术展馆就是里面有很多墙 每栋墙都很长大概可以挂十幅甚至二十幅画 那么观众就顺着导游顺着导览这个方向从头到尾就可以了 这个展馆首先它没有这种墙 当我们看到这个展馆是非常的兴奋 觉得非常欣赏它这种设计方式 但是同时我们感到把摄影展放到这个馆确实是有个困难 这个馆它的设计从设计角度来说非常符合我的摄影风格 所以我们跟策展人讨论以后 我们决定就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量身定造一个特殊的影展 所以你们到这个场馆以后 我会觉得我们的展品完全融入了展馆设计当中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幅水下人体的照片 这是在文庚华拍的 那么它这个展馆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很漂亮 我们决定做一幅大概高两米宽一米五的一幅照片 把它经过防水处理以后 整个的沉入到水中去 然后再从水面打灯光下去 就造成了一个给观众一个身影其境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种步展方式在我知道的摄影展里 是没有这样做的 是的 就是有别于一般的这种传统的展览 去观赏展览的观众相信可以体验到 视觉以及听觉双重的享受 是的 那我知道在个人展开启的同时 您也将举办一系列的跨界艺术的讲座 邀请来自不同艺术领域的专家来做客 为什么会举办这个讲座呢 我参观过很多的影展 也并且我的照片在很多影展中展出 据我所知呢 一般的影展呢 都会邀请一些摄影界的有名的这些摄影师 我们今天讲话就叫大咖 来参加这个摄影展并做一些评论 那么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摄影展本身 或者这个摄影师作品的本身 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学术上的一些讨论 那么这回呢 我改变了一个思路 就是我也会请一些摄影师 但是我更重要的是请了一些在跨界的 比如说像绘画界 雕塑界 音乐界的一些知名的学者 或者是知名的艺术评论家 来参加我的这个影展 并且来共同来组织这个艺术沙龙 主要是探讨摄影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 和及其这个其他艺术门类 对摄影本身的一个影响 因为摄影是一名艺术 那么艺术是互通的 所以呢 我想通过这个这样的摄影沙龙呢 来传授给大家一个信息 就是摄影 它是能够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 是人类生活的所必须的一样东西 是的 就像您说的 艺术是互通的 需要互相的交流和学习 才能查出更多的火花 是的 那这次这个展览 是您在哪里拍摄的照片 它有没有一个主题呢 实际上那个展览呢 我们一共 从主题来讲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人文摄影的主题 一部分就是人像和人体的主题 那么人像人体呢 基本上都是在棚拍 在影棚里面拍摄的 那么主要拍摄地点是加拿大 人文就多了 人文呢 因为我去的地方也很多 所以到每个地方呢 拍摄人文是我最大的兴趣 所以这些地方呢 包括比如像中国的广西 四川上海 北京 民波这些地方 那世界其他国家也包括 比如像古巴 还有南美的 玻利维亚和秘鲁 当然也包括了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 那您是如何选择去拍摄哪些人物的呢 是这样 这个说到人文摄影这一块呢 实际上人文摄影的本身所涵盖的内容也非常的广泛 任何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摄影 都可以叫做人文摄影 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我特别的专注于普通人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群人的 他们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呢 他们在他们身上 我们能看到许多许多 将来知道我们回忆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像是普通的民众 他们的这些日常的生活 可能流露出的这些细节 是我们日常当中观赏不到的 是察觉不到的 那这次为什么会选用黑白照片呢 可能很多的普通观众都会觉得 黑白就是两种颜色 其实它是不是会对于 这个光线的强弱的对比 以及把控要求会更高更难呢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有摄影师曾经说过 这样一段话 就是彩色拍的是人们的服装 服装的颜色 那么黑白呢 去捕捉的是人物的灵魂 我更注重于黑白照片 是因为我觉得黑白照片 更能够体现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当然了我们说彩色照片 不是说不好 不是说不好 是决定是用彩色 还是用黑白 完全是用你拍摄的内容来决定的 并不是说黑白永远比彩色好 或者彩色永远比黑白好 但是呢我更喜欢用黑白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 是的 我知道您获得过很多的摄影类的国际性的大奖 那您的作品呢也被国家地理杂志选录过 我也欣赏过很多您的作品 我觉得您的作品呢有非常丰富的图案的这种语言 那可以表达很多对生命的体验 也可以引发我们很多对生命的反思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